根据加州房地产协会4月房市报告 随着贷款利率不断调涨 以及不断攀升的房价 4月加州房市销量趋缓 不过全州中卫房价当月创下新高 地产专家预测 今年年底之前 消费者对住宅的总需求量会持续下降 但高端住宅销售会保持增长趋势 根据季节性调整的年销售比例计算 4月现有的独立屋销售总数是近42万套 较比3月下降了1.9% 比2021年4月同期下降了8.5% 4月加州中卫房价是88万5千美元 比3月涨上涨了4.2% 比2021年4月上涨了8.7% 年初至今 加州房屋销售在4月下降了7.4% 根据加州地产协会报告 加州利率上涨及房价上升 严重抑制了买家的购买能力 加州4月住宅销售出现回落 但是房价的中位数仍然连续第二月创下了新高 这主要是因为高端住宅市场销售强劲 虽然卖家着急卖房 以免错过卖房热点 目前有更多的房源上市 但是热门区域房产仍然是供不应求 比如说在北加州的湾区 南加州的城县 加州在4月中卫房价价再次创下新纪录 为88万5千美元 而上个月创下的新纪录是近85万美元 4月房价较比3月高出了4.2% 比去年同期高出了8.7% 同比涨幅是自2020年6月以来最小的 但依然是创造了房价的峰值 按照每个月变化百分比统计 高于过去43年的每年3月至4月的价格变化值 据报告 高端市场销售情况仍强于普通住宅市场 百万美元房屋的销售数量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自历史新高 占比例为34.7% 同时价格低于50万美元的销售 在4月间再次下滑 撞下了历史的新低 75万美元以及以下的住宅房屋销售下降两位数 而超过200万元的住宅销售额同比保持增长 预计混合销售转向高端住宅的趋势 在过来几个月的话持续存在 加州地产协会副总裁自经济学家Jordan Levin指出 加州房市正在从2021年的 在过去的12年以来的高位回落 原因是高贷款利率以及快速上升的房价 都对房市需求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4月代销售房屋量创下两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消费者的负担能力减弱 正在实实在在的影响房市 Levin断言 2022年下半年住房需求可能会继续下降 我是低产世界的陈森底 点赞关注不迷路 低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